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在7号清晨大局的从加萨突袭了以色列 乙方呢当下措手不及 各地的部队跟社区有大量死伤的事件 哈马斯干部呢最近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透露说其实呢哈马斯为了突袭以色列 是已经准备长达两年的时间 他们说呢在行动展开半小时之后 所有巴勒斯坦反抗的派系 还有黎巴嫩真主党伊朗盟友呢都获得了联系 此外呢也联系了土耳其 来看到这个他们的干部呢 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说这几年其实呢哈马斯采取相对理性的态度 没有卷入任何的战争 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这次要袭击以色列所做的准备的策略 他们让以色列认为说哈马斯忙于治理加萨地区 所以呢希望把重点摆在加萨的 250万人的巴勒斯坦人身上 认为说让以色列认为他们是完全放弃了抵抗 但其实哈马斯私底下 一直在为这一次的大规模的袭击来做准备 时间准备了两年的时间了 来看到现在以色列呢也非常的紧张 全力要来整个的国家全部呢紧急动员起来 以色列总理呢跟在野党现在领袖呢 也开始组一个紧急的联合政府跟战时的内阁 其实这个战时内阁的国防部长就是格朗特 那格朗特说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呢是已经重新控制了加萨的边境了 准备要向这个地区要发掘的是全面的进攻 好看到这个尾巴呢所引起的这一档的战争之后呢 其实影响到什么影响到的就是俄乌战争 好为什么呢因为国这个外优这个外籍的这个佣兵呢 就是只有那些人嘛 所以呢看到这西方盟友呢 已经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派遣的外国佣兵 目前正在离开乌克兰 所以呢这场的尾巴的冲突是不是会影响到俄乌战争呢 因为看到现在外国佣兵正在前往以色列了 要参加以色列国防军在加萨地带的行动 所以呢乌克兰媒体认为 现在呢外国佣兵已经在离开俄乌战争 要准备到以色列 好看到这场的战争从10月7号爆发了攻击之后 以色列呢不但是对加萨进行全面的封锁 而且呢指控了伊斯兰大学是哈马斯重要的基地 所以现在锁定的目标就是要轰炸伊斯兰大学 目前最新的消息 我们要请国际中心的记者刘子瑜告诉我们 是的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传来爆炸巨响 浓烟直冲天际 天空瞬间浓烟密布 以色列持续对加萨走廊进行空袭 为了斩草除根11号锁定 以色列指控的哈马斯重要基地 也就是加萨的伊斯兰大学 认为这所大学不仅和哈马斯高层有密切联系 还用于培训情报员 开发武器等等 现在加萨地区可说是伤亡相当惨重 医疗资源也即将用尽 不堪负荷 根据加萨电力局长表示 就连当地唯一的发电站因为燃料耗尽 已经停止运作 而且以色列也已经宣布对加萨全面封锁 现在加萨除了面临缺电之外 还有缺水危机 情况相当惨重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统计 目前至少造成1100人死亡 而每天的伤亡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交换给同类主播 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是封锁的加萨地区 断水断电 而且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刚刚我们也说过了 他现在正在驻联合政府跟战时的内阁 而且看到总理在11号更是撂下了重话 表示会粉碎并且摧毁哈马斯 好 看到呢尾巴的冲突 会不会扩大到邻国 把其他的大国全部都紧距来 这个中东的布局呢 好 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就说了 我们将美国的航空战斗群 要移动到地中海东部 要派遣更多的战斗机来到这个地区 所以他说什么呢 伊朗你给我小心一点 但是我们来看到 这个沙特王储的穆罕默德 其实跟伊朗现在的关系 是变得比较好的 好 看到呢 这个沙特王储呢 是跟巴勒斯坦的总统 阿巴斯已经通了电话 所以呢 表示要支持巴勒斯坦人 这个部分让拜登感到意外 其实拜登也不用太意外 因为本来沙特跟他关系就不是太好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总统跟沙特王储呢 是由北京在促成两国的恢复外交 那两个人这一次呢 是首次的通话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是不错 所以这个整个的尾巴的冲突 如果是扩到了邻国 其他整个中东地区的话 那真的是不得了 好 看到这一次呢 沙特王储他并没有谴责哈马斯 那么整个战事呢 打乱的拜登在中东的布局 因为本来那么拜登还认为说 沙特王储应该不至于会介入吧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 沙特王储他是已经跟这个 巴勒斯坦总统已经通了电话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欧盟认为以色列报复 是违反国际法 这个部分是跟美国不同调的 所以看起来 为什么拜登会感到很意外 因为呢 哈马斯发动了冲突之后呢 那么尾巴的冲突双方死伤都很惨重 但是欧盟外交跟这个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波瑞尔 10月10号指控以色列政府 在遭受了哈马斯突袭之后 全面的封锁加萨走廊 这是明显的违反了国际法 封锁加萨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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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外长紧急开会 讨论以巴冲突的危机 波瑞尔在会后发表了声明表示 绝大数的欧盟外长支持 继续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供援助 而原来传出欧盟执委会 对于巴勒斯坦价值6.9亿欧元的发展投资组合 本来是要喊停 欧盟支委会呢 则是反驳了这项的消息 表示并没有暂停援助 只是正在审查当中 沙烏地阿拉伯官媒也报道说 哈马斯呢突袭以色列之后呢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已经跟巴勒斯坦总统通了电话 表示呢 将会支持巴勒斯坦人 甚至呢 伊朗总统是已经跟沙特王储也通了电话 讨论尾巴的冲突 而这些中东国家对于尾巴战争的态度 严重的挫败了美国 斡旋以沙的关系正常化 那么推议中将帅华民在 《辣碗报》节目当中就说了 为什么美国那么的快出手呢 因为犹他人在美国政治还有金融 都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另外呢 在这起的战争当中 谁能够扮演调人呢 帅华民说 鹿是谁手 那还不一定呢 美国为什么出手那么快 总统也去了 航母也去了 对不对 连那个什么民主党 这个共和党的那个 议长也赶回美国去了 他是犹太人嘛 对 因为美国的犹太人是控制了政府的了 对 他华尔街的大亨也是犹太人 这个内阁部长也很多是犹太人 金融业也操在犹太人 所以他支持犹太人是我们不怀疑的 那他拜登去那么快 武力去那么快呢 他有点叫做宣誓 我还是中东的老大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他这个布局 有没有将来会露底的呢 第一个 纳探雅胡听不听你的 对 就下一波 纳探雅胡如果说 在拜登的强力制止之下停止用兵 那美国的威望会提高 如果说哈马斯不停地再用这种手段 以色列又被还没讲的 诱得他一定要打下去 要做驱离的动作 我跟你讲 断水断电 他不是想把你全部饿死 他是让你尝到这个味道 然后再用军队再push 然后给你一个口子让你 中国军阀上找人 围城必瘸 我要围一个城市 我要给你留个口 所以以色列的算盘 一定是这样打的 但是往后 是不是达到美国人的愿望 有问题了 因为你在阿拉伯世界里面 你偏袒以色列 已经是大家既有的印象 对 将来你要想把这个事情和谈谈成 最后可能减便宜的是中国 中国跟以色列有交情 跟沙特有交情 跟伊朗有交情 因此巴勒斯坦那个领导人 不是到北京去国事访问吗 巴勒斯坦还没有建国 北京给他国事访问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大国博弈 最后入死谁手还不一定 当然美国靠的是他 快速展开部队的军力的展示 中国没有办法 做这么快速的展示 但是以调人的身份来讲 美国比不上中国 因为阿拉伯国家已经不相信你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